在太原 绝维山家喻户晓 可你知道藏在绝维山高处的博物馆吗 这是一座隐藏于苍松翠柏中的博物馆 红墙碧瓦 若隐若现 如梦似幻 三进院落依山剑刺布局 古朴典雅彰显着1233年历史的醇厚 它就是绝维山高处的博物馆 多福寺 春天的多福寺更距山间五叉地进去 人间四月方飞尽 山似桃花始盛开 不仅仅是桃花 春花皆是如此 山下早已强威怒放 山上牡丹 婉莺 樱香还在肆意飘香 在山门外 撸一把鱼琴而吃 更是妙气横生 而这里 最值得一看的 莫过于大雄宝殿的明代壁画 与富山先生曾隐居的红叶洞 跨过山门 正对的就是大雄宝殿 宏尾瑰丽的大雄宝殿内 有明代彩塑十四尊 三壁会佛传故事壁画 面积达90.93平方米 壁画采用的是力粉贴金技法 美幅间用自然景物相衔接 构思奇特 技法娴熟 线条流畅 着色讲究 人物眉目传情 立体感强 形象逼真 为明代壁画之真品 这可是太原室保存最完整的 明代早期四贯壁画作品了 大雄宝殿后是藏金楼 洞前六根木柱矗立形成爆像 洞内青石砌成为无梁结构很有特色 而就在藏金阁东侧的文书阁 一楼又名红叶洞 富山先生曾在这里尽心读书写作 多福寺他连接古今又见证历史 将种种文明悉数珍藏 他收藏了无数故事 而他的存在本身也是一个故事